华为说它不造车 但没说它不卖车 现在呢 它就把一台车摆在了华为的展坪里面 这个车的名字叫做 赛利斯华为自选SF5 它价格呢 是246,800 基本上就是华为的这种门店里面 最贵的一个单品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它 给大家介绍这个车之前呢 我先带大家刷一下这个数据 因为数据非常暴躁 首先呢 满油满电状态 它的续航可以做到1000公里以上 如果只是纯电的这个状态 续航可以做到180公里 基本上城里边用呢 纯电也够了 然后这个车的功率非常大 400千瓦以上 扭矩是800纽以上 所以它这个加速也做得特别快 直接就是4秒几的这个加速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 新能棉车型呢 在比较低的一个价格基础上 比如20几万价格 它也可以做到这么强的这个动力 可以理解啊 同时呢 这是一个四驱的版本 前后双电机 前边用的是赛利斯的电机 而后边用的是华为的那个Drive1 那套电驱的系统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架构 由于这个是一个增程式的这个电动车 所以前边有一个发动机作为增程器 它的发动机呢 用的是四缸的1.5T的发动机 好 这个数据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给大家刷完了 咱们直接开始看这个车 从车头开始 其实车头最有特点的地方 就是这个日行灯 这日行灯框的这个范围特别大 直接把这个大灯阻液盖进来 从最顶上开始一个横线 然后弯过来打下边 整个呈现出一个这个Sigma 那个符号的这个样子 所以其实辨识度上很强的 另外有意思的是这个中网 这中网大家发现没有没有这个外边的那个边框 没有外框 直接就是无边框的一个中网 中间是一个镂空的这些缝隙 可能是作为这种散热用的 OK我们来看一下车的侧面 赛利斯SF5的侧面其实挺好看的 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发现这个车头拉的特别的长 是现在很多SUV 尤其是这种横置发动机的SUV 为了把车厢里边这个空间给撑大 车头是越坐越短 其实短了以后看起来是特别呆的 但这个没有 它依然把这个车头做得很修长 看起来很舒展 同时有没有发现这个车顶 从这个位置到后边 活生生的一个溜背的这个造型 再加上这个侧窗 前边一个肩 后边又是一个肩 两个肩非常流线 所以看起来溜背的这种元素特别的强 而且整个这个侧面看过去呢 特别像这种 比如说两箱的运动型的车 或者说那种溜背的轿跑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轮圈我发现特别大 20寸的轮圈 所以整个你侧面看过去视觉重心完全降得很低 但看起来跑位就很粗 细节层面 这个门把手我发现 它是电动的可以弹出的 这样用起来操作就比那种要手拉出来要方便很多 另外这个侧窗的玻璃也是双层的 可能静音性还是有很多帮助 这个车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这种 因为是增程式的 所以它有这种营地模式 通过直流的方式给没有电的车给它充电进去急救 另外呢还有一个交流的方式往外边供电 比如说你在营地里面 你就可以有什么烛火锅呀 用电子炉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车还是文法铁锅的 好我们看一下车尾 SF5的这个车尾特别的圆润 没有多的一丁点突出的地方 就是一个圆弧的这个造型 而现在用了很流行的贯穿式的灯带 只不过呢这个灯带宽度比较宽 中间做了这个透明的处理 里边是赛利斯的标志 同时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和之前的版本不一样 多了一个华为致选四个字 因为加入了很多华为的设备 所以现在多了这几个字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隐藏了很好的车尾电动尾盖的这个开关 在雨滑汽车上面 轻轻一按可以打开 赛利斯SF5的车类做得非常的简洁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 其中呢占比最大的就是中间这一块屏幕 有17寸非常大的面积 其实这个屏幕现在是加入了华为最新的那套系统 而且可以通过OTA来升级 它就是直接可以比如说用华为的那个 High Car Smart Connection那套系统 你连上以后呢 基本上你的手机和这个屏幕交互就很顺畅 同时呢你还可以比如说 手机端车机端以及你家里的那些电器 只要你连上那套华为的系统啊 什么冰箱电视洗衣机之类的 都可以通过这个车机来操作 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操作 只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肯定用车机要安全很多 这是占比最大的一个部分 前边的这个驾驶员显示器 毫无疑问肯定是这个液晶的 整个呢它的操作也是非常智能化的 现在最新的那套很流行的手法 比如说像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 调节的话也是在屏幕里边去设置 上下左右直接在屏幕里边调 OK接下来我说一下传统的配置 以及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些配置 首先呢是这个全车的音响系统 用的最新的华为Sound的那套音响 全车11个喇叭 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声音还是挺震撼的 其次呢是这个座椅 基本上是满配 这本身呢是一个整体式的 一体式的这种比较偏向运动造型的这个座椅 但实际上坐起来是很舒服的 同时它配置很高啊 通风加热以及按摩全都带了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座椅呢 它有一个重力感应的这个设置 这个功能并不是说判断你要不要 比如打开安全气栏啊或者其他方面 而是比如说我在主驾位 我坐上来了以后 这个车你找不到一个启动按钮的 它一旦探测到有人坐上来 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车相当于是点火 然后你踩这个电门的时候 它就可以走了 所以是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最后呢我们量一下这个空间 我已经调到了我驾驶位 放到了最低的位置 头部超过了一圈有多 所以其实头部空间也是很宽裕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排 在这个赛利斯SF5的后排 其实这个空间感给我的心理预期啊 就是之前我看了外观以后的心理预期 是比较吻合的 因为它是一个溜背造型的SUV 所以后排的空间可能不是它的强项 我坐进来以后一感受 确实头顶离这个顶棚 基本上可能就是三指到四指这么一个距离 四指顶天了 腿部离前排靠背 也就是一圈多一些 可能一圈三指左右这么一个空间 所以后排空间不是它的强项 但是呢也有好的地方 就是我在外边看的时候 侧窗不是到后边越瘦越窄吗 我就担心里边是不是很压抑 但我现在坐进来 我发现侧窗的后排的 它到这个位置还没有射程间 射程间是后边的事情 那个就和我无关的 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通透的 但是这个全体的天窗 看起来没有那种压抑感 配置层面比较中规中矩 后排的出风口 后排的这个充电器的接口 接口接口比较丰富啊 有USB 有点烟器 有三孔 都给你配齐了 然后这个中央扶手 包括杯架这些都带齐了 所以配置是比较中规中矩 但是呢 有一个巨大的亮点 我之前完全没发现呢 就是后排座椅 左右两侧的座椅 它居然靠背是给你带包裹的 就做成了很运动化的 这种重影的感觉 带了包裹 这个就在SUV的后排座椅里边 是特别少见的一个配置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是它的一个亮点 其实 增程式的电车车 本身市场是比较小的 当然有没有发现 其实真正的 增程式电车的用户 反而对这种车型的满意度 是比较高的 像之前 你要买一个增程式的电车车的话 基本上这门槛比较高啊 拉到了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区间 但现在 赛利斯华为自选 SF5这个出来以后 直接把这个门槛往下降了 都降了几大万 而且今天我们看的这两个展车 全都是四驱的版本 它这个价格还比较高 大概是24万多 如果你看到是这个两驱版 因为配置表里边有后驱版本 那个价格还要往下面拉了 大概有三万的样子 其实就是21万多起 那么这个门槛降低了很多 所以如果对增程式电车车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SF5 因为它本身在这个价位上 还加了很多华为的 这种电气化的东西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期待 那是这种电气化的东西 一切火车在一路上 这样是使用的 我跟这个电气化成熟